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半旗是2017年进行的围甲联赛 由黑方顾子豪对战白方深圳旭 那深圳旭自从烂科杯翻棋决赛输给顾子豪之后呢 这两天不管是在野湖还是在议成都没有看到深圳旭上线 这个有点不符合深圳旭的作风 以前向他大赛上面输旗都是立马会在这个往旗上面大杀大坎 找回自信 这两天就直接销声匿迹了 那不管他,我们再把他和顾子豪以前的对局翻出来 继续的回味一下 那这一盘旗的开局 顾子豪选择新小木 深圳旭非常罕见的走了两个三三啊 这个不仅是现在看不到这种布局 以前也比较的少见 黑旗大跳 白旗挂脚 二键高甲 那然后白旗再来一个双辉燕 靠压之后 白旗点脚 那黑旗 往底下挡住 那这里走的比较多的下法呢 是白旗 踢回 那黑旗沾一个 白旗二路小尖不断 黑旗小尖封锁 因为黑旗比较厚了 所以说这个底下的夹击就非常严厉 白旗可以拆一个 这也算是一个定势 实战呢 白旗选择扳 黑旗没有挺头的话 也是为了防止以后白旗 有这个贴回的权利 所以说就直接沾上了 白旗挺头 黑旗再断 这里白旗只有弃脚 你如果说 又想走到外边 脚上又想通过二路打了之后 再虎活旗的话 不可能 这边被黑旗靠一个 白旗就不行了 实战黑旗断 白旗打完之后 贴住 这个地方黑旗不能再走 二路要被白旗贴死了 所以说黑旗拐打 白旗再斑 然后黑旗逼住 以后呢 黑旗这颗惨子 不要小看它 还是有这个跑出的可能的 这一跑 白旗贴出来 黑旗再长 反正就要逼迫你去补断 什么时候你补断呢 黑旗像上面这里的拐头啊 包括底下的靠段啊 都非常的舒服 实战呢 黑旗先走了一手尖冲 白旗爬一个 跳出 黑旗挡住 这个就有点像现在这个 点三三定式了 当然白旗除了沾之外 也可以选择小尖 都可以 实战是沾的 黑旗拆二 白旗也拆盖 黑旗跳一个 手珠右上 白旗再飞 这个地方 黑旗下的也是非常主动啊 并没有着急把这个 小堡垒给 继续搭好 而是往右边飞 双方同时 对对方的这个旗行 施压 白旗坚顶 黑旗扳 这里白旗如果说 虎一个 用强的话 那自身的联络 是一个问题 被黑旗打完之后 沾再断啊 这个白旗的旗也非常紧 左边这里 还有个缺口 没有完全补好 所以说黑旗仍然可以出头 这样作战的话呢 黑旗不怕 实战 白旗选择顶一个 黑旗打持 白旗沾上 接下来就看黑旗怎样去选择了 如果说你想追求在上边活旗 那也可以先停投 等白旗断打的时候 黑旗可以小肩到这 因为这个旗的话呢 白旗不可能去补角 那不然的话 黑旗可以立下去 反杀这颗子 白旗如果说断打在外边的话呢 这个黑旗也不用马上去沾 沾的话跟白旗贴住交换 帮助白旗的这个步调走得更快 黑旗可以考虎一个 白旗再往外边贴住的时候 黑旗就扳脚活旗 白旗拆一个黑旗拖线 这个呢也是一种办法 但是感觉黑旗有点委屈 实战的黑旗倒虎 那白旗外边打一下 上边二路打先手 再来一个大飞 这个旗呢就是主要目的 为了防一手黑旗外边的段 还有就是压缩黑旗右边 黑旗贴住 白旗跳一个 黑旗小飞想把这个口子捕捞 白旗顺势再一打 这样的话黑旗这颗残子就彻底变成死子 白旗这个地方的一个心头大患 也算是补好了 下一手旗 黑旗走的是右下的二路肩 这个旗稍降了一些胜率 那不补的话呢 黑旗确实也有所顾虑啊 最起码以后这个白旗有二路跳的先手 更加方便于底下唯控 除此之外呢 还有更加激烈的下法 像这里的这个斑 包括这个斑了周在虎啊 或者说这种尖刺啊 里边肯定还是有棋的 所以说黑旗肩在这补棋 顺势还瞄着以后这里飞出 胜率降归降 但是效果确实还不错 白旗左边拆一个 黑旗上方飞出 破坏大模样 然后白旗手脚 黑旗再逼住 白旗这个时候开始上强度了 直接照一个 黑旗冲 白旗扳 黑旗再扳 这个时候白旗不可能断 断的话呢 作战失败 被黑旗断打再打持 这样转换白旗太损空了 实战白旗贴住 破坏黑旗的根据力 黑旗沾 白旗立 下一手棋的话 黑旗选择的是断打 非常暴躁的一手棋 如果说从上边打的呢 那白旗沾 首先帮助白旗补断 其次黑旗的下一手 不太好走 虎一个普通补断的话呢 被白旗点刺 左边又得到了加强 外边再一飞 黑旗的这根棍子啊 你跑起来就太难受了 没什么效率 白旗底下的空以后再补一补 也可以围住了 这样黑旗就不满意 那如果说你要硬往里面钻的话呢 这个断点你又得防范啊 被白旗断一个太严厉了 打的话白旗可以跑 拐一个连回的话 白旗藏呢 你外边已经被封锁了 这样黑旗被包进来 不太好做活 虎一个的话 白旗小尖 先把脚上补干净 再尖的话 白旗挡住 底下虎一个就扳 这里还是没有眼 左边这个地方 黑旗外靠夹一个 白旗就硬扳就行了 断打粘上 这边也不太好做眼 最多一只后手眼 而且把白旗外边全部撞后啊 这样黑旗想活的话 你也只有动用这种二路侠了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太想走这一招的 因为跟白旗打这个截的话 黑旗还是非常的损 而且除了像这种本身截之外 就没有什么截才了 白旗也有本身截啊 这个战之后再提 黑旗够强 所以说这个实战呢 黑旗与旗等死啊 在这不太好 补齐不如就选择最为凶狠的 断打 断打完之后 扳了再虎 白旗打持 黑旗也并没有开截 因为开截 主要是没有什么截才 实战黑旗选择战胜 白旗虎一个 黑旗再拐头 这个地方啊 沈正旭下的就不够狠 比较厉害的下法走在哪呢 应该是先把左边给补好 飞一个 顺便啊 消除了黑旗这里作严的可能 除非黑旗怎么样呢 就放弃任何的挣扎啊 就这样单关逃跑 那是可以允许的 这样黑旗没有任何的效率 底下还要被白旗顺势违控 这样黑旗就太亏了 如果黑旗胆敢有一丝反抗的这个情绪 比如说尝一个 那白旗就有旗下了 这个地方旗行呢 是变一个 但是没有紧住旗 对于黑旗的压力不够 这样黑旗可以随意的去出头 这个旗要走的话就靠上去 紧气 底下黑旗挖瞻 白旗连回 这个也不怕 那他跳出的话呢 白旗贴住 当黑旗这四颗子顺势出头的时候 白旗就已经把 这个左下方的包围圈给他补强了 至于底下的白旗呢 这个黑旗杀不死 断的话打吃 长一个再爬 再长做掩活旗 拐下来 两掩活 这样黑旗里边肯定是死 不管你怎么腾罗 比如说这个靠段白旗长一个 对吧 最多允许你活一个小脚 但是这个尾巴得留下来 这个损得太多了 所以说啊 这一手旗看似在退让 实际上呢 是以退为进 因为黑旗逃跑 你就是据损控的一种行为 不逃跑 那你只能等死 那这手旗非常好 实战白旗小肩封锁啊 看似张牙舞爪的 但是这招旗啊 并没有给到黑旗足够的压力 首先黑旗跳一个 这个脚上白旗就 要补齐了 而且接下来呢 白旗还没有下出最佳的应对方式 这个旗最好走的是二路拖 当然这个是很难想到的一步旗 黑旗外边靠一个你就挡住 因为黑旗不敢去这样扳断打持 不然的话被白旗反打 再一冲这个尾巴又掉了 他要是外扳 那白旗联络脚上已经活起 黑旗虎为一个不断 白旗先一冲 这个地方已经是个假眼了 再往左边挡住再扳 这样黑旗 那做一只后手眼不行啊 活不了 还是只有这种二路甲 底下没有打结 那左边这个结还是逃不过 这样打结的话 黑旗还是够呛 所以说 像这个地方 即使白旗刚才浪费了一次机会 还是有机会来杀黑旗的 实战被黑旗这么一跳 白旗立马认怂 往底下挡住 先把自己做活 那左边被黑旗一跳 小肩 这也是先手 白旗得一挡住 黑旗再一贴 那这个旗黑旗要进火了 杀不死吧 外边顶住 黑旗再一虎 马上二路虎 后续的一路搬 活旗 立下来的话 黑旗先往一路立 这个地方已经有只先手眼了 等白旗再往一路跳 坐活脚上的时候 黑旗一顶 还是一个两眼活旗 这样下的话呢 白旗就 虽然说局势也不至于说 白旗就变差了 因为外边至少还是有收获的 不仅是走后了 然后中间还有潜力 现在还是白旗的先手 但是跟刚才两次出现打结杀 这个机会浪费掉 白旗就非常的头疼了 失去了这个绝杀黑旗的机会 接下来呢 白旗右上二路漏 黑旗跟着硬 这手旗有点缓 但是可以看出来 孤子豪下到这儿 对于局势还是比较自信的 AI觉得呢 右上啊 你不管再怎么围 遭到白旗的 一通搜刮之后啊 都围不大 所以说干脆就不要走 黑旗可以往底下现在动出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破坏白旗中间的空 实战黑旗右上跟着硬 那以后像白旗这里的尖顶啊 这个再虎一个 还有搜刮 那这个时候白旗应该怎么办 右上占到便宜了 应该赶快在底下补一手 这个小捷一补的话 黑旗再想从这儿出动 困难就增加了很多 因为白旗底下不用补了 接下来白旗只要一门心思 把黑旗外边给封锁 那这个地方 依然是白旗的失控 其实也就增加了黑旗做活的难度 但是实战呢 白旗非常的贪婪 占了便宜之后 还要继续搜刮 右上尖顶 黑旗挤一个 白旗沾 黑旗单退 白旗打到这一下挡住 但是落了一个后手 那这个时候黑旗 及时的走到这手挺投 白旗叮一个黑旗再跳 如果说你就跟着黑旗走的话呢 那以后底下还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地方要提防一手 黑旗像这种高打入都是很严厉的 你要是拖的话呢 黑旗搬 像这里打吃再挺投 还是要把白旗分段 底下打的话 黑旗刚好可以搂住 渡过 所以说这个旗白旗 还是小剑补雷手 那你在攻击黑旗的这个间隙 后手补旗 这个进攻的节奏啊 一下子就放缓 所以说白旗在右上这里掏空 这个行旗的方向是存在问题的 接下来黑旗左边小肩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被白旗思路飞起来 这个围得太愉快 小肩掏空 中间白旗肩顶 刺一个黑旗沾上 白旗再飞 那就看这里黑旗的死活了 活呢肯定是不太难的 但是注意不能把白旗周围 全部送成空 接下来黑旗盖头 那下一手旗的话 可以说深圳序下的也太爱换了 这个旗啊 无论如何 现在都应该往中间去丢一颗子 首先加强自身 其次呢 对黑旗的这个生存空间 进行一番压缩 我们可以来顺着 AI的这个变化图啊 往下去摆一摆 当然这个 实战可能不一定走成这样的结果 这个只是一个示意图 比如说黑旗这样冲 吃掉这颗子 白旗联络 黑旗这里要想活命的话呢 就必须要把白旗这里撞一撞 碰一个 并一个白旗粘 黑旗这样搬 做眼 但是白旗依然可以通过冲 搬进去破眼 黑旗挡住的话 白旗就断打 贴住 这里要断打再打持 还是个假眼 那黑旗往上方突围的话呢 这里靠一个白旗就虎一个 断的话白旗就把这个 左边这个穿向眼 这个很严厉 把这个穿向眼给补掉 当黑旗再打持 联络的时候 白旗这里还有一个手段 就是断打 黑旗要想连回 这里朝白旗打持 最终可以把这个断掉 当然这个是AI设计的 一个白旗的理想图 不管怎么说啊 白旗往中间丢一颗子 肯定能达到预想的 这个通过攻击得力的一个效果 而且黑旗如果说走错了 说不定还会被杀 实战白旗往左边 二路飞这手旗太缓了 脱离主战场 而且你在二路围空 也围不了多少 这个是大局观上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 黑旗在中间 滞沽之前 先把底下这里 二路拖 挤得先手搜刮掉 白旗战胜 黑旗底下冲完之后 再夹出来 白旗长 黑旗断持 这样白旗再一长 黑旗已经先手做出来一只眼 再往中间一挑 这样白旗更加不可能杀了 之后白旗往上虎一个 开始掏空 黑旗继续点刺 追究白旗的这个 旗形 白旗挑了一个 黑旗贴住先手做活 左边再小尖 这个地方白旗最终只能围在二路 非常委屈 爬一个之后 黑旗再虎 马上要虎下去分段 所以说白旗挤一个 这个地方呢 有个断点 但是现在黑旗断 白旗倒不怕 白旗可以通过这个打吃 刺一下先手 再飞回去 这个都刻意联络 像黑旗这种靠都不成立 因为像你这样挤进来 白旗这种打都是先手 这个不怕 实战呢 黑旗先往上飞 切断白旗的归路 那白旗不断站上 黑旗右上再补一手 白旗左上二路半瞻 黑旗上边二路打拔 其实这个时候还是一个细旗 还是要拼关子 那白旗最应该走的地方在哪呢 首先中间的这个顶之后 在冲啊破眼都是先手 可以先交换掉 然后上边的这个二路站的关子 非常大 这一站之后 首先白旗已经完全活干净了 而且这个关子还是个后中先 站完之后后续的这个一路搬站 那肯定是白旗的坚守全力 所以说这个关子很大 实战白旗往左边刺一个 这个旗又缓了 遭到黑旗的反击 往中间点刺 白旗顶一个黑旗联络 下一手旗白旗可以说这个 又失去了立志 这个旗的话呢 白旗应该就简单沾上啊 黑旗假如说断吃这里的话 白旗也可以不给 你要给的话确实有点损 白旗可以打完之后粘出来 黑旗要是贴住的话呢 白旗这一挤 黑旗就被反杀了 他要是冲出来的话呢 白旗扳头 黑旗挡住 再冲 这样黑旗断吃联络 白旗可以通过上方这里的挤 挤完之后打 把上方先手做活 再往左边一挤先手 再一打 把四颗子再连回 这样还是一盘关子旗 实战白旗靠一个 这个旗 主要白旗还是想瞄着 黑旗中间这个大龙不活 对于上边这里的危险呢 白旗是完全 低估了黑旗的手段 下一手黑旗断 那白旗就补一手 护一个 黑旗再往上夹 先手 白旗沾 黑旗再并一个连回 接下来白旗挺头 还是想屠龙 你想屠龙是不错 但是黑旗上边也可以把白旗断开 这个时候白旗的性命已经受到了威胁 那白旗还有退路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冲一个 把黑旗上面这颗子断吃 那已经进货 当然了 黑旗也可以通过底下这手旗 再断吃这颗子 两眼活旗 这样依然是非常和平的一个收官 但是实战白旗显然是上头了 非要往中间冲 杀黑旗 那黑旗往上方再来反手二路一点 这个旗白旗也要死 因为如果说你沾的话 这个黑旗顶住 你再顶 黑旗斑 缩小眼位 这样扩大眼位的话 黑旗连回 这个白旗无法做活 外边打吃也没用 黑旗沾就行了 如果说白旗冲这个 黑旗就团住 再跑一手 打的话就直接断吃 白旗死 你要沾上把黑旗卷进来的话 黑旗还有这一横顶的妙招 你组度 他就沾 这样白旗搬 黑旗还可以打进去 这样白旗也气不够 实战白旗先打 也是差不多的 黑旗沾 白旗上方沾 黑旗在一顶 走到这 白旗就认输了 因为走下去已经相当明显了 这里你要是立的话 黑旗沾上 你挡住扩大眼卫 黑旗一路斑 缩小眼卫 再一提破眼 这里面就是一个死旗的形状 这样你杀黑旗中间 黑旗杀你上边 形成转换的话 这个黑旗已经盘20都不止了 那这盘旗呢 这个下的也是比较的精彩 可以说一直下到快收关的时候 胜负都很难说 一直咬得很紧 但是在黑旗中间这手点刺 拍下来的时候 白旗瞬间失去了理智 觉得上面好像 不会死 来杀黑旗中间 但是遭到黑旗一连串的组合杀招 最终把白旗直接弄死 那这个转换白旗肯定是血亏 接下来目数紧接着就不够了 我们也是回顾了 这个深圳旭和顾子豪 在这个之前几年的两盘对局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不管是我们前几天看的那盘旗 还是说今天看的这一盘 其实那个时候 这个深圳旭都是 没有现在这么强 像这盘旗呢 就像左下角这里的攻防 白旗有几处地方 力量显然都不太够 本来能走成一个打劫杀的旗 让黑旗走成一个近火 而且我们回顾的这两盘旗呢 最终的结果都是顾子豪屠龙获胜 跟这次的烂科杯 结果也是一致的 可以看出来顾子豪的力量确实很大 也希望这个后面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棋手能 纷纷压制住深圳旭 深圳旭如果下次好像还有一个这个 LG杯的这个比赛好像也要对顾子豪 如果还是要输的话 希望这个深圳旭啊 能换一种死法 不要回回都以这个屠龙惨败而受惩了 当然这个也是一句调侃 好那这盘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